大家好 我是小季 讓您會說就會幸福 想不想成功呢? 其實每個人都很想成功喔 成功會想到一個很美好的畫面 成功的四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要先清楚知道你要什麼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大腦有一個潛意識 這個目標就是很像這個GPS 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要什麼 它就沒有辦法去運作 所以第一個步驟就是我們要先清楚知道你要什麼 第二個步驟就是馬上行動 因為只有想法沒有做法 是完全不會得到我們想要 所以我們有這個想法以後 我們馬上就選一個行動然後去做 第三個步驟就是你想得到什麼成果呢? 因為很重要喔 我們的GPS會幫我們規劃路徑 所以如果你沒有想到說你想要去A層次 你想要去B層次 它就無法規劃路徑 所以我們想得到什麼結果 就是它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會讓我們去行動 然後去幫助我們去找到那個最佳的路徑 那第四個就是你要不斷的去更新 然後不斷的去嘗試直到成功為止 因為很多人都常常夢想說我要做一次我就成功了 所以當我遇到不順心的時候或者是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沮喪 可是各位你告訴我天地萬物 有任何的事情是一次就成功的嗎? 比如說我們學走路 請問你失敗了幾次呢? 然後我們來想想看我們學騎腳踏車或學開車 我們知道第幾次我們才可以完全上手呢? 所以這就是一個成功成功不斷的巡迴的經驗 我們最後來複習一下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你要先知道你要什麼 第二個步驟就是你要採取行動 第三個步驟就是你要知道你要得到什麼成果 而第四個步驟就是不斷的修正直到你成功歸此 第二棒